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号称日本最牛的钉子户 这个钉子户就坐落在日本最大的机场 成田机场的跑道中央 并且一定就是四十多年 为此这座机场的工作人员也感到非常无奈 在机场建成的这四十多年里 飞机不仅不敢贸然着陆 就连夜间飞行都被取消了 这直接导致了机场每年上亿元的经济损失 据了解 这个机场是在上个世纪计划修建的 机场一经建成将作为整个东京对外的门户 然而就在整个项目的规划完毕开始实施的时候 原计划修建跑道的地方 却出现了几户不肯搬迁的钉子户 为了不影响施工进度 开发商就一边跟钉子户沟通 一边赶着其他机场设施的进度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机场其他设施都建好了 钉子户却始终没能搬走 而第一条跑道也用了整整十二年的时间 才修建完成 第二条跑道也因为钉子户的缘故 在建到2500米的时候 被迫终止了修建 如今钉子户依旧屹立在成田机场的跑道中央 并且丝毫没有搬走的意思 对此小伙伴们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的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